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G和弦 这个G和弦呢 可以有两种情况下产生 第一种情况下 是C大调上面的第五音 也就是G 那么就是说 鼠和弦 第二种情况下 是G大调上面的第一G和弦 那么就是它的主和弦 它的结构呢 是属于大三和弦 大三和弦的结构呢 我们以前讲过 从根音到三音 是个大三度 从三音到五音 是一个小三度 从根音到第五音 是个纯五度 这个就是G和弦 是基于G上的这个 大三和弦 因为它们有三个音 所以呢,转位 我们有两个 第一个转位 是三音 为最底下这个音 把这个根音移到上面去 第二转位 是以五音为低音 把这底下的两个音 转上去 同样,它们也可以有 这个分解和弦的形式 下面呢 我们来听听 这个大三和弦的特点 是比较稳定的 好 大家来听听 好了 大家听完了 我们再把这个和弦的结构讲一下 它是个大三和弦 第一音到第三音 是大三度 第三音到第五音 是个小三度 它是基于 它的根音是G 它同样有两个转位 第一转位 是以三音 作为最底下这个音的 第二个转位呢 是以五音 作为最底下这个音的 把底下 剩下的根音和三音把它翻上去 同样每个和弦形式 我们都有分解的形式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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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